晚安山體育館這麼漂亮的球場 還不是我的表演場地? 你在做甚麼? 來看我踢球,不是嗎? 當然不是,我們是來看第五屆五人足球貴軍戰 我知道,北區隊團門 北區勇又踢過香港頂級聯賽 今年有機會去北美職業聯賽球會 勞德代爾寶試腳的香港奧運代表許弘峰 而新穿黃色衣的團門 亦有球員踢地區球隊 發生粉紅冰團的北區 早段球全場壓迫搶得主導拳 不夠十分鐘已經由許弘峰見功 加上及後黎諾賢的努力 將攻勢化成入球,領先2比0 贏球,放鬆一段時間優勇追回 北區兩個入球,當堂嚇了團門一跳 不過當團門站穩陣腳,修正失誤 不單止防守做穩 更加以專人凍結許弘峰 令對方前線失靈 團門入下一球又一球 一下子就連入四球球 由領先變了落後的北區 只可以靠完半場前追回一球 是追回近一點的 但北區半場仍是落後3比4 松懈的上半場 令北區的支持者飽食驚風散 但作為曾經的亞軍 北區當然有辦法 我們本身是強過對面的 所以半場我們有20分鐘去追或反勝 是有時間的 所以叫他們不要急 風扇那裡 那四個人 四個人都會入球 他找過 跟著他更好 更多空間讓其他上來射球 果然收效 下半場四分鐘追和 功臣是許弘峰 這位靈魂人物 入球還有助攻 幫北區反超前 輸了幾球 到後來追回 我想贏的關鍵就是 一直都不放棄 五人賽入球很快上快落 所以只要我們不保持一個 不會不認輸的心態 所以我們很有想要追回 其中6比4的球 更加值得我們一看再看 屯門一個界外球 陳銘宇分身攔截 許弘峰拿到球 推前幾下 再來一個朗拿道式的插花 推橫 一射入網 踢球亂就很難踢了 正所謂兵敗如山刀 整場球守得不錯的屯門 再次落後兩球 亦都失去了初段的耐性 最後三分鐘 北區一個簡單的組織 將比分鎖定為7比4 原場哨子聲一響 北區勝出奪得貴君 看來雲高爾話 貴君戰絕無意義的說法 真的不是個個都是這樣想 班長過後 我們還請了梁孔德先生 對香港五人足球的發展說兩句 馬上聽聽他怎樣說 香港足球組會 都配合世界足球 我們都在香港大力推薦五人足球 自從鄭偉忠教練回來後 學校和不同地區 我們都搞了很多比賽 尤其香港代表隊 鄭偉忠每個星期都有訓練 現在我們世界排名 五人足球比四人足球高很多 籃球場都可以踢五人足球 我希望借助這個機會 將來香港多些學生 參與五人足球 對我們將來的四人足球 都有提升 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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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幾句 北京仰親被死的鬼君 你以為他真的有波浴嗎 少年 也太年輕了 上回香港賽馬會青少年記者培訓計劃的 官方YouTube頻道 就可以觀賞整場賽事的結果 你想怎樣看就怎樣看 總之就好看啦